三次挑戰公開試 抗癌少女做護士 她看上去是一個平凡的中學生 一零年末代會考失手 轉讀新高中五 但換來一個更大的噩耗 前年左右鎖骨出現波子 初初吳唯一 但開學三個月後的冬至 發現忘了淋巴癌 我記得是完成了第一針之後 第二針開始就脫頭髮 一睡醒整個枕頭都是頭髮 枕頭底都有 我很記得那天我去街 在店鋪射光燈下 其實假髮和真髮很容易分辨到 但我見到一個女士 她是掩著嘴 跟另一個staff說 那個女生是戴假髮的 那一刻我是很不開心 化癌期間 原本想著日日在家做推清 但因為患癌好朋友的離世 令她反思自己應該活得更好 雖然病魔困擾之下 考第一屆DSC的成績都不理想 但人如其名 性格堅毅的她 跌了心水 停後一年專心醫病 近年十月擊退癌摩之後 重返校園 今年文憑市考到不錯的成績 所以她到最後的考成點 我想不是最重要的 一點都不重要 她站起來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Jupas放榜 這個淋巴癌推育士兵 考到入心儀的護理系 希望將來變身白衣天使 癌症不是最恐怖 是最恐怖 是沒有了希望 那種失落 我相信醫藥堂 我相信醫藥堂